加萨走廊的以哈战争 引爆全美各地一波学生示威浪潮 美国国会议员对此作出最新回应 联邦众议院今天通过法案 将放宽反犹太主义定义 有力教育部强制执行反歧视法 美联社报道 这项提案获两党支持 以320票赞成 91票反对通过 将把国际犹太大屠杀纪念联盟 对反犹太主义定义入法 纳入1964年民权法案 第六章 这项联邦反歧视法律 禁止有人因种族 肤色 宗教或者国籍 而受到歧视或者隔离 示威抗议席卷美国大学校园 此一立法行动为国会的最新回应 共和党国会议员早已对一波校园抗争予以谴责 并要求采取行动加以遏制 把校方高层推上以色列在加萨战争行为 引发激烈政治论战的风暴核心 这项法案现在送交美国联邦参议院审议 前景仍在未定之天 法案若获参院通过并签署成法 则反犹太主义的法律定义将予以放宽 纳入以被视为犹太人集体的以色列国为目标 反对者批评 这将对美国各地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 造成寒蝉效应 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纳德勒 昨天在听证会指出 如果言论内容只是批判以色列 并不构成违法的歧视行为 法案将关于以色列纯属政治评论的发言 也纳入第六章的范畴 实在过于广泛